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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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做人呢 有的时候真是不能太死心眼了 什么他妈的原则 在大局面前真的连屁都不如 又比如说我吧 原来在东北带兵的时候 就是想给手下的弟兄们弄点口粮 上面说了 口粮可以有 但是让我别总跟小日本过不去 装孙子我觉得没问题啊 但是绝对不能给小日本嘛装 有气节 气节个屁啊 气死我了后来 不单口粮没弄来 连兵也不让我带了 那帮能装孙子上台之后 奶奶直接把东北给让了 我就臭他妈 所以说孙校长 我虽然是一时急躁了点 但我其实就是想把美国人的钱留在咱们这片土地上 这件事情 我们是站在统一条战线上了吧 我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对啊 这件事搞成了 大家都好 搞不成大家都倒霉 我倒霉了无所谓啊 我换个地方继续当宅去 可你们要倒霉了呢 那就彻底完了 你辛辛苦苦搞的这个学校 那就保不住了 所以说 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情成 对不对啊 那必须的 到时候老规矩 你们学校跟教育部三七开 老孙呢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 咱们也算老朋友了吧 别人我还信不过呢 你说是不是啊 哎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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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不动 我去喝口水 那我也去喝一口吧 哈哈哈哈 校长 这个灯好看吗 好看 那下次我们买点别的颜色的 好 哈哈哈哈 好累呀 哈哈 算了 好累呀 夜光呢 像不像星球 太好看了 你还好吧 嗯 你看 你看 阮 Br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